选上机构所关注的潜力板块 今天潜力板块提到了食品饮料 数家给出专权评级 一家给出的是中性评级 来看一下 机构认为伴随着消费旺季的即将到来和提下预期 可选消费品在经济复苏之后良好的增长盘性将会实现 并且有望提升它的估值倍数 而且经济如果不是持续向好的话 目前这种低于历史平均估值水平的状态 也决定了它的安全编辑 因为这个食品饮料 它跟这个行业 只要大家生存 只要在生活生存 只要过日子 那么这个行业当中作为消费 作为我们人口红利的消费品来说 那么这个行业可能很被机构所看好 他提了两点说 如果经济复苏的话 这个价格抬升 如果经济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好 复苏那么快的话 那么他也有安全编辑 这是对食品饮料行业的一个分析